最新一期向往的生活 已经播出引起不少热议 这当节目本可以顺利守观 不料播出之后又引出不少妖恶子 因为一粒小小的爆米花呗一粒羊颖被大家质疑假食 因为爆米花太小羊颖随手捏起一粒放进嘴里 就开始嚼起了感慨很好吃 然而细心的网友看到这浮夸的一幕 纷纷表示这根本就是假食嘴里没有任何东西 演技真的可以 对此向往的生活节目组及时做出回应 表示质疑羊颖假食的人都疯了 在场的每一个嘉宾都吃了 而且羊颖在现场吃了很多饺子 红烧肉炒螺丝都吃摊了 还用假吃一颗爆米花 那些质疑羊颖的同学都是什么心态 说一些善意过好 自己的生活少一些无端的大黑不好吗 藏期嘉宾横炼场评论 大家都吃了 在我们这儿谁能减肥 哼 而他也是所有嘉宾中唯一一个为羊颖说话的人 看了一下回评觉得这个世界 恶意真的很多令人心寒 他的粉丝大多这样表示 让他不要站出来说话 不管真吃还是假吃都不关他的事 官方这样声明肯定会被骂 还傻傻站出来为他澄清 要保护好自己 粉丝们的主张就是石不关机高高挂气啊 真的很可悲不愿惹祸上身 就看着朋友被骂什么都不说吗 就大嘴也看了一下 这种传统的爆米花 用大米炸出来的颗粒比较小 电影院师的爆米花 全是用玉米炸出来的 所以颗粒比较大 没有吃过用大米炸出来的爆米花 很容易误会杨颖是假吃 另外也有网友将杨颖吃爆米花的样子做成动图 也发现杨颖此期的造型异常清纯非常漂亮 就连吃东西都那么可爱 怪不得黄小明这么冲他 相信杨颖不至于为了一颗爆米花夹吃 这个世界还是多一点善意才好